前友杨幂成为娱乐圈手滑晚癌患者 后友万千手滑这两大平台隔空对战 娱乐圈令人倍感震撼的手滑事件数不胜数 又哪些明星也站在吃瓜第一线呢 这里是夏天雨子江 今天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娱乐圈令人尴尬的手滑事件吧 与普通网友围观吃瓜时手滑点赞不同 明星的每一次手滑不仅预定了微博热搜 更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2018年10月 陈学东点赞了一条吃瓜微博 这个瓜的来龙去脉 大致就是一位名叫陈希达什么时候还钱的网友 他在追星过程中与陈希达产生了私下联系 曾经每个月给陈希达四五万零花钱 直到他发现自己为陈希达预定的宾馆 竟变成陈希达与女友的约会地点 他再也无法忍受 于是便出面爆料 而陈学东手滑点赞这个八卦的缘由 大概是他与陈希达的名字缩写同是CXD 这一点赞进阶暴露了明星会上微博搜自己名字的事实 因此陈学东的手滑比粉丝大赞可爱 还有网友也称他为正义大使 2014年 黄磊带着女儿多多参加快本 节目上谢娜表演了一个魔术 但这个魔术却被多多不断拆台打假 那时谢娜开玩笑地要掐多多的脖子 多多也笑着互掐了回去 两人并无不合的痕迹 不过后来动图一出 谢娜还是被众多网友口诛笔伐 起先黄磊发文解释了此事 可紧接着 他居然又点赞了一条指责谢娜掐多多的微博 网友顿时炸开了锅 纷纷疑问道 这究竟是真的生谢娜气了还是手滑 最后黄磊只能在多个场合解释此事 表示自己真的只是手滑 这件事情方才平息 2016年 杨阳凭借微微一笑中的《香奈一学》一度登顶 而卓尉在此时爆出了杨阳和宋倩的绯闻 但正是这两位绯闻主人公 却以前以后手滑点赞了相关CP微博 先是宋倩在杨阳的荧幕搭档 你最喜欢哪一对中 投给了杨阳正爽这个选项 杨阳又在几天后 点赞了一条他和宋倩的CP微博 杨阳的点赞事件一度闹得风风火火 但杨阳方面发声明表示 点赞一类均为谣言 粉丝也对此澄清道 点赞当时 杨阳的微博根本就没有在线 另外此次事件还有一个冷知识 如今我们常用的宝藏男孩一词 就出自于此 那时杨阳澄清的微博 引用了微微一笑里的台词 身怀宝藏总会遇到恶狼 于是众多黑粉便以此造谣他为 黑了就像宝藏一样多 直到后来 这个词才渐渐有了宝义 李一峰是个赤瓜小能手 去年RICE成员烟许佳被爆出恋情之后 有一位粉丝气愤地宣布脱粉 而李一峰点赞了这条动态 此外2015年的时候 一人姐姐和小孩的鸡胸爱情故事 一度成为豆瓣神铁 在网友的猜测下 郭碧婷是最为符合的一位 因此他还一度被冠上了国民老公的称号 可没想到的是 李一峰居然转发了有关此事的微博 在网友眼中 他的转发无意于直接帮郭碧婷出轨 后来对于网友的声讨 粉丝解释出是道号 但李一峰却在采访中坦诚回应 是自己转发的 但真的是手滑 那个感觉就像你握了一条鱼 那条鱼很滑 你就眼看着它从你手里面滑过去 对于手滑事件 李一峰也是礼礼道歉 2015年 网上曝光了傅信伯劈腿的绯闻 爆料不久后 昔日同属于包包组合的景伯然 竟然直接点赞了那条独家爆料的微博 顿时 中东网友将两人的前程往事翻了个底朝天 2007年参加好男儿比赛的时候 傅信伯和景伯然关系亲密 但后来两人渐渐走向薄合 就算同台 他们也保持距离 到最后 连解散发布会上都互不搭理 至于两人的微博 更是上光了对方的痕迹 不过景伯然对于点赞也坦然道歉 他说 但这个赞依然被网友视为 仇家出事不算白痴的经典案例 还有一类明星 因工作人员吃瓜手活而影响了自身评价 于书新凭借一句玩偶成功出圈 劝粉无数 但他却被自己的工作室狠狠坑了一把 2020年3月21日 于书新工作室关注了他和蔡徐坤的CP超话 虽然工作室火速取关 并立马发文道歉 但此事还是让不少粉丝粉转路 也引起了许多路人的不满 同样被工作人员坑了的还有谭松韵 2020年金银节正式开幕之前 对于这一切金银女神的讨论达到了顶峰 根据投票结果 宋倩当选金银女神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就在此时 谭松韵却因为工作人员手滑引起了热议 他的亲戚人点赞了一条阴阳怪气的微博 内容提到金银女神评选太随意 心疼谭松韵 在比赛各方街后结果的情况下 谭松韵经纪人的点赞显得十分不合时宜 不过随后他也为自己的手滑诚恳地道了歉 谭燕工作室之前转发的微博 也掀起了一阵兴奋血雨 被转发的微博内容大概是 该博主表示自己几乎没怎么看三生三世 因为主角是杨幂 但如果把杨幂换成谭燕 他一定会从头看到结尾 谭燕工作室的转发 瞬间引起了网友围观 不过工作室随后也发布了重新消息 转发仪式是由于被盗号 并不是工作室真实意愿 当然女明星本人更是堪称手滑不停 提到杨彩玉 观众会想到风华里气质卓越的林丁丁 可如今29岁的杨彩玉 却跟了大踏30岁的陈金飞 2017年7月7日 杨彩玉承认于陈金飞的恋情 但2018年初 杨彩玉却点赞了一则 提到自己和刘亦菲 还有陈金飞的微博 即使马上取消了点赞 但吃瓜网友的热情却已经无法扑灭 无数人将刘亦菲和杨彩玉进行对比 直到次日凌晨 刘亦菲突然发了一条微博 只有三个字 呵呵搭 2020年 郭传郭一词一度登上热搜 而这个词的起源就是万千手滑点赞事件 浪解成团后 极为解析的不和传闻愈演愈烈 随时万千却在知乎点赞了一篇 讽刺欲可为和宁静的文章 随后做出了被盗号的回应 和紧接着 不愿风平被害的知乎官方账号 从技术角度客观分析了万千被盗号的可能性 结论是盗号概率极低 后来网络上也流传起 是万千的网易邮箱账号被盗的说法 对此 网易官方立刻出面辟谣 表示他们暂未接到万千邮箱账号泄露事宜的消息 整件事 从万千到知乎再盗网易 三方都在疯狂甩锅 因此万千点赞也就成了一桩罗上门事件 同样被盗号的还有迪迪热巴 不过比起锅传锅事件的真相不说迷离 迪利热巴被盗号的证据则充分许多 2017年 LadyCP曾一度获得超高关注度 但8月4日 热巴却突然分享了一则CP视频 随后加行立刻发出通告 表示是热巴微博被盗了 而且热巴已经在前一天飞往欧洲 微博发出时 它正在紧张的拍摄过程中 此外 微博的客户端信息也能为它证明清白 自从代言OPPO 热巴一直都是使用该客户端发送微博 唯独被盗号的这条用的是网页版客户端 安卓拉贝比手滑点赞惹出过不少纠纷 从自己的前男友到丈夫的前女友 再到演艺圈同僚 她全都手滑赞过一遍 2016年6月 陈伟婷受邀参加香奈儿大笑 贝比点赞了她帅气的照片 两个月后 那影滚出中国好声音的话题引起热议 贝比点赞了该话题 还是这一年 当张欣义因医患关系闹成热搜时 贝比点赞了评论张欣义侥幸的微博 至于为何这年平均手滑 大概要怪罪于运气在下的她 实在是吃瓜不停 不过最刺激的 还要数她点赞某网友 大骂李菲尔的微博 杨幂堪称手滑之王 她的手滑不仅数量多 连震撼程度都一记绝尘 先是在贝比被圈网造谣整容的时候 点赞了造谣者的微博 然后赞了曾经同属 泰迪姐妹团的青蓝变脸 张子萱的私生活黑料 杨幂也围观并点了赞 张蜜沉陷入不雅视频风波的时候 杨幂也没有错过 就连当初中国好闺蜜唐烟的黑料 她也留下了足夕 要此可见 杨幂真是常年住在微博 吃瓜的速度比网友都快 就连粉丝都忍不住吐槽 杨幂被黑的一半原因 都是因为她的手太滑了 此外 杨幂还曾花一块钱围观过 政府异性最管用的招式技巧 不过随后杨幂工作室就表示 是被盗号了 并非本人 赵露丝可以说是新一代手滑大师 去年 宋谦作为精英节女神出场 可由于造型问题 宋谦一度受到网友群嘲 赵露丝既然手滑点赞了相关负面内容 除了前辈 对于统领小花 赵露丝也手滑过 不仅点赞了一则 吴轩仪抢不过赵露丝的视频 还对赵露丝PK屈性一 谁的声显更迷人的视频表示赞同 对于数次手滑 赵露丝团队澄清道 所有内容均非赵露丝本人发布 是由于一年前丢失了手机 而他的账号被其他人登陆使用 在今年6月 赵露丝再一次手滑了 当时王思聪和森一宁那的不可开销 国民老公一度变成舔狗 而赵露丝为森一宁开直播构的视频点了个赞 此外 杨子的手滑岁数创造记录 据网友统计 包括点赞 秒杉 以及关注或取关用户 杨子的手滑历史高达30次 其中2016年出演庆明志时 取关李一峰两次 2017年与秦俊杰分手时 分别在6月7月8月发送三条微博 后有秒杉 11月时点赞一博主 孟里线三的内容 则是那年的重头戏 2018年相秘博出后 杨子又与邓轮产生了一系列纠葛 除了多次点赞北奥CP 还有微博取关邓轮以及李线 2019年又先后取关秦俊杰 王一博 吴亦凡 直到2020年 杨子点赞消账微博之后 就取消点赞 因此网友对他手滑的猜测和议论 从来没有断过 再后 娱乐圈还有两位明星的手滑事件 已经成为了传说 由于当年新浪微盘的设定 用户下载所需资源的时候 绑定的微博账号 往往会自动分享该内容 而苏友朋以及小沈阳 转发不可描述视频的微博 被并称为娱乐圈史上 最尴尬的射死现场 时至今日 许多明星的微博账号 都已经交由团队打理 手滑事件也越来越少 不过明星也是正常人 也和观众一样八卦 一样爱冲浪 许多手滑事件 也不必太过苛责 下面小们 你们还知道 哪些明星手滑事件呢 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将组以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我